法定人數不足 郭文貴議員 謝謝主席 麻煩有請財政部蘇部長 請蘇部長 土地銀行 林董事長 第銀行 董事長 王董事長 王董事長 部長先請教我 2018年我們就菸的部分總共賣了幾包 2018年 對去年 沒關係數字下面幕僚上來跟部長講 現在有委員在推動 要把菸稅再調低 財政部贊不贊成 這部分因為菸稅兩個部分 一個部分是用在長照的部分 這個我知道 我現在就直接跟你講 現在有立法委員要推動 要把菸稅再降低 財政部贊不贊成 我的問題很具體 部長就針對問題回答 時間有限 根本報告事實上 菸稅的調升調降 也要跟衛務部這邊 做一個 沒關係啊 財政部的立場是什麼 那按照國際的這個情況 我們國家的菸稅事實上是跟國際來講是比較低的 所以贊成不贊成 我們會評估 會評估 所以現在沒答案 是 一年多以前才在這邊討論 有關於菸稅要調漲的問題 要處理長照的事情 很多委員都提出他們的看法 那個時候財政部是怎麼講的 結果現在一年多突然有立委拋出來說 菸稅要這樣 要調低這件事情 怎麼財政部的立場又模糊了起來 所以要再評估 那來我接下來請教一下 部長喔 2月13號 財政部的臉書上面啊 寫說 監察院糾正了財政部 對於地方政府亂花錢的行徑 確實我們過去未能及時發現錯誤 而且予以導正 我們必然負起責任 來我先請教一下部長 你們在臉書上面這樣寫的描述是對的嗎 你們說你們過去沒有辦法及時發現 我看不懂啊 審計部在2012年的時候 這麼具體的全部列出來 吃飯摩采出國考察 文康活動買黃金米買伴手禮 2012年就跟你們講啦 怎麼會說未能及時發現呢 早就發現啦 部長我有說錯嗎 你們財政部在你們的官粉上面 做這樣子不時的陳述 適當嗎 跟委員報告 這個是之前審計部 這個 什麼時候做的 2012年啊 2012年 對啊 那你們怎麼會告訴全國民眾 說你們沒有辦法及時發現 你們早就發現了啊 跟委員報告啦 他事實上是在監察案是在105年的這個結算審核報告裡面 所列的一個情況 對嘛 你還是沒有回答我的問題啊 審計部2012年就跟你們講啦 結果你們在臉書上面跟全國民眾說你們沒有辦法及時發現 我看你們審的東西我根本看不懂啊 你們早就發現啦 早就發現的問題是什麼 沒有抽查沒有考核 到現在還在檢討你們說五毒大措施 說地方政府沒有專款專用 每案將扣減分配合數的5% 這樣子的法律效果 部長你覺得適合嗎 只有少5%喔 亂花的錢討回來甚至要加倍討回來 怎麼會只扣5%呢 我想跟我們報告了 事實上在監察院這個糾正以後 事實上我們也提出了一些相關的 對嘛 所以我剛剛就是講嘛 這就是監察院提出了以後你們五大改革措施嘛 而我現在進一步請教你嘛 地方政府亂花 按照我的意見啦 不僅要全數討回來 而且如果要有誘因的話 還要加倍討回來 結果你們扣5%是要幹嘛 這個部分因為整個財務財務責任的審計是由審計部來付 對啊 所以審計部跟你們講啦 問題是審計部跟你們講了以後 你們說財政部會負起責任 我從頭到尾看不懂啊 前面先騙大家說你們沒有辦法及時發現 事實上2012年就跟你講了 那你說你要負起責任 那我進一步請教你要負起什麼責任 跟委員報告啦 事實上如果說審計機關 他決定硬剔除或是繳回款項的話 我們就會要求各機關 好啊 那到目前為止財政部要求 亂花的錢的各機關退回的錢 總共收回來多少 那因為審計部的審核報告裡面 沒有提到這一句 所以現在責任是歸在審計部 沒有關係 我下一次質詢審計長的時候 我會跟審計長講部長的意思喔 來下一個問題 針對我之前講的 有一些公司 開假發票 然後去幫 戒嚴治療管理中心 報假帳 貪污煙捐 這件事情 衛福部跟財政部聯繫了沒有 這些假發票財政部去查了沒有 我是不是請你們這個相關的國稅局來回答 來請快一點 委員好 我是北區國稅局 那跟委員報告就是 本霞本霞這個就是有開發票給台灣流行病學會的營業人 在本霞有兩家 一家是聲光電器有限公司 一家是全國公信力民意調查股份有限公司 那初步了解的結果 是這個聲光電器有限公司 他有開一張發票給這個 不好意思喔 請你直接講好不好 是是 那我們已經出庇護 那個他們發票是有交易 那就是說他開的這個對象 是不是確實的 那我們再進一步的了解跟他那個 什麼時候會有結果 直接跟我講就好了 我現在可以直接跟你們講啦 是 衛福部在包庇我已經很憤怒了 大家都以為不知道喔 調查局都去搜索了 有有在查 有在查 那我們現在 還在部什麼時候可以有一個結果跟全國人民報告 跟我講時間就好 我們請他3月4號再提相關的文件 我們再進一步的了解 一個禮拜之內書面說明可以嗎 可以 好 可以 謝謝 接下來請土瑩 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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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我先問一下齁 慶安海科館的連帶 4億 4億 9千731萬的欠款 現在收藏了多少錢 目前收藏的金額是比較少 那我們這個 所謂比較少是多少錢 具體的講 大概是1萬多塊 4億9千731萬 現在收藏的金額是1萬多塊 我跟委員報告 這個可以用比較少來加以形容啊 不是 我用 我跟委員報告一下齁 因為這個 慶安海科館這部分呢 他本身是有一些那個抵押物 好來 講得非常的好 請問有什麼抵押物 就是他要蓋這個海科館上面這個地上泉 他是我們想 好來 先停一下齁 慶安 對於海科館那塊土地 上面有地上泉嗎 對 好 你們就這個地上泉估價值多少錢 呃 地上泉的估價目前大概是 7858萬 4億多的欠款 現在唯一的擔保物是那個地上泉 有7千多萬 你會不會覺得兩者差距太大 他當然在借款的當時有一部分是 要以這個建物完成之後作為抵押 對嘛 那完全是什麼 拿公股行庫的錢 然後蓋好的東西 要拿來當抵押物 根本就買空賣空啊 拿公股行庫的錢 來承包政府大型的公共工程建設 然後拿完成的公共工程建設 當作抵押物 沒有關係啊 我現在一步一步齁 給大家用很透明的方式看清楚 欠了4億9千731萬 現在售長1萬1千136元 然後現在呢 唯一的抵押物是那個地上泉 地上泉你們估價 上面說有7800萬 來我們看齁 到時候這個地上泉的拍賣賣7800萬 董事長有沒有信心 這部分我們還沒有去執行拍賣最主要是 為什麼 因為這個海科館的本身它是一個公共設施 所以咧 那如果說我們去把它做進行拍賣的話 可能後面這個請接的這個 那董事長你這樣講我就聽不懂啊 從土地銀行的觀點 那個地上泉到底是抵押物還不是抵押物 它是抵押物 那它是抵押物 你又說是公共工程 所以你們現在沒有辦法強制執行 所以你到底有沒有把它看成抵押物 它不是不能強制執行 那你什麼時候要強制執行 因為這個行政院對於這一部分 它是有 之前是看看我們銀行可不可以 可以行使這個金融介入權 這我知道啊 結果你們決定沒有要行使金融介入權 我們有找了非常多家的 對嘛 最後的結論就是沒有 最後的結果 我有說錯嗎 最後的結果他們當然希望是有一些 其他配套的措施才有辦法去行使 那但是因為這個主導權不在我們銀行 先停一下 銀行借了錢出去 然後唯一的擔保是那個地上泉 你們也拿到勝訴確定判決了 現在要不要去強制執行 實現那個債權的主導權不在土地銀行 那請問在誰身上 不是這個地上泉喔 我聽不懂啊 這個地上泉我們是希望說 跟海客館可以做一個協商 來 你要如何協商 因為我們目前呢是把它這個做了一個假扣押 換句話說呢 他也沒有辦法再把它 董事長 請你針對問題回答啦 你做那個假扣押有什麼意義 上面已經做了擠壓權的登記 抵壓權具有追擊性 這個是任何學過物權法的人 最基本101啊 你有沒有假扣押就抵壓權的實行來講 一點都不重要 我現在最關鍵的問題啦 第一個 這個地上泉 你們當初給他的擔保價值是7800萬 我就直接問你啊 賣7800萬有沒有信心 因為如果到時候沒有賣到7800萬 甚至連一半都賣不到的話 那我們就要來追究責任啊 我跟委員報告一下 當初這個擔保物的價值是怎麼訂的 賣7800萬有沒有信心 不是跟委員報告一下 最主要是這個地上泉本身喔 如果說現在去把它賣掉的話 其實承接的人的意願不會很高 對嘛 承接的人的意願不會很高 這就回到我一開始問題的重點啊 當初唯一的擔保物是這個地上泉 你們告訴大家 鑑定出來的價格有7800萬 所以我現在問你嘛 賣不賣得到7800萬有沒有信心 現在要在東扯西扯 說是公共工程承接的人意願有限 那代表什麼 代表根本不值7800萬嘛 我們是希望可以跟海科館做協商 對嘛 協商的內容是什麼 因為目前我們是進行了假扣押 但是海科館希望我們把這個假扣押呢 可以把它解除 那當然我們 因為我們那個有 我直接秀給你看啊 每一次在行政院開的會 會議紀錄我都調出來了 土地銀行大概參與到去年夏天 今年1月的時候 行政院指示 要求教育部及海科館 協商聯帶銀行 就是你們土銀 把地上泉給塗銷掉 把地上泉塗銷掉 你的抵押權就失所復利了耶 所以你們土銀會答應 把地上泉塗銷掉嗎 我們目前當然是沒有答應啊 對嘛 所以我還是要具體的問你啊 請問你那個抵押權什麼時候要實現 欠了4億多塊5億耶 現在售藏只有新台幣1萬1千1百多塊 你們作為一個債權銀行 去把屬於大稅人 屬於股東的債權追討回來 可以這麼怠惰喔 不是我各位報道一下齁 時間到了齁 最主要是我們那個海科館呢 跟我們末路的大概有這個 旅約保證金 那旅約保證金 因為有的部分 他們有旅約的部分 那這個海科館已經把它扣掉 所以這部分的金額大概還有7800萬 董事長 你回去把你自己今天的發言再聽一次啊 我所有實質的問題你有回答嗎 問你有沒有把握 把這個抵押權實現 如同當初固定的價格7800萬 可以順利拍賣出去 不敢回答 開始牽涉到公共工程 承買的意願低落 那我就直接挑戰嘛 當初7800萬這個價格怎麼鑑定的 不是在開玩笑嗎 我們希望跟海科館可以做協商 對嘛 所以我就問你嘛 所謂協商的內容是什麼 海科館出一筆錢 給你們 然後把地上權給塗銷掉嗎 可是要匯後再去跟委員報告好嗎 匯後再去報告 好 謝謝 好 下一位 匯豐泰委員質詢